本節目是由可啟來贊助播出 買手機配件真的就是那麼方便 哈囉大家好我是Gio 各位應該都當過學生吧 不知道你們以前有沒有一種疑惑 就是為什麼別班的女生 總是比自己班上的還要漂亮 而且更不解的地方就在於 你明明就覺得自己班上的女生 非常的普通 但生不死就有別班的豬哥 跑來追你們班上的女生 搞不好那個豬哥還曾經跟你說過 啊他超羨慕你可以跟誰誰誰同一班 而當你反問他 你們班的誰誰誰不是也很正的時候 他可能還會告訴你 拜託他根本就男人婆好不好 你是把小喔 那以上講的這個事情呢 可以說是在學生時代裡 碰過最恐怖的靈異現象之一 那到底為什麼會有這種視覺錯亂的情形 究竟誰的說法才是對的 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各位好好的解釋清楚 那首先大家對玩具應該都不陌生吧 就是那種很普通的玩具 有些可能是你爸媽買的 有些可能不知道是誰送的 但各位小時候一定都玩過 只是這個玩具的數量呢 會隨著你的年齡慢慢減少 那老觀眾都知道我有兩個小孩嘛 以前我當新手爸爸的時候真的很蠢啊 因為我在買玩具給他們之前呢 總是會考慮太多 買太便宜的會怕小孩子不喜歡 怕品質太差一下就玩壞了 買貴的又怕他們不懂珍惜 但是呢我後來發現我真的想太多 因為不管是貴的還是便宜的 小朋友的新鮮感最多只會維持兩個禮拜 之後那個玩具就會被打入冷宮 直到哪天又被他們發現為止 所以我後來有一種感覺 我們男人在談戀愛的過程當中 不也跟玩具一樣嗎 一開始你會很想得到 而且得不到手你還會很難過 然後在得手之後的瞬間會很興奮 但是之後很快就完膩了 除此之外我有發現 如果站在男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麼玩具跟女人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以下就是我的43個論點 那有興趣的觀眾可以把玩具這兩個字替換成女人 你就會發現毫無違和感 第一點 每個男人都希望能同時擁有很多的玩具 第二 每個男人喜歡的玩具類型都不一樣 第三 廣義來說 得到玩具最快的方法就是靠錢 第四 貴的玩具不代表就一定比較好玩 第五 別人的玩具總是比自己的好玩 但好玩的點不在於它的價值 而是因為你沒玩過 第六 再怎麼好玩的玩具也都會有玩膩的一天 而且時間永遠比你想的還要快 第七 就算是玩膩的玩具 但是在你丟掉或是送人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捨不得 第八 當你在別人家發現有你曾經丟掉過的玩具 而它卻玩得很開心時 你會有一種說不出的哀傷感 第九 有時候會遇到外表看起來很好玩 但實際上卻很鳥的玩具 當然也有看起來雖然很鳥 但買回去才發現很好玩的玩具 第十 有些玩具的外盒或是包裝 比玩具本身更有價值 第十一 沒人要的玩具通常是因為賣相不好看 第十二 絕大部分的男人在得到新玩具時 都會急著把包裝撕掉 只有少部分的人會在拆包裝之前 好好閱讀詳細說明 第十三 就算不能買到自己喜歡的玩具 但我們還是很喜歡去逛玩具店 因為光是用看的就很爽 第十四 當很多人同時在搶一個玩具時 小時候靠的是力量 長大後靠的是金錢 第十五 當朋友弄壞你的玩具時 你一定會很生氣 除非你認為這個朋友比玩具重要 第十六 當玩具如果髒掉或是損壞時 你就會不太想要 除非這個玩具曾經帶給你很美好的回憶 第十七 許多標榜的安全的玩具 往往比看起來更具有殺傷力 第十八 能否成功得到玩具的關鍵 通常不是你喜不喜歡 而是你的爸媽答不答應 第十九 在還沒拆開包裝之前 你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個玩具到底好不好玩 除非你的朋友已經先玩過了 第二十 電視總是把玩具廣告拍得太過美好 讓你有一種非得到不可的感覺 等你拿回家後才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 第二十一 學校沒有教你玩玩具的課程 你必須要靠自己的經驗去學習 第二十二 通常來說呢 你媽喜歡的玩具都不會是你想要的 第二十三 有些二手玩具是很有價值的 還是有一堆人搶著要 第二十四 對很多男人來說 玩膩的玩具卻捨不得丟 是因為他還有當裝飾品的空間 第二十五 有些玩具在買來之後 你才會發現他很燒錢 例如一些要裝電池才會動的玩具 而且此類的玩具通常會認為 你幫他裝電池是理所當然的 重點是他比一般的玩具還要更吵 第二十六 絕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其實玩具也是需要保養的 而且越貴的玩具通常保養起來也越貴 第二十七 有些玩具只有一種功能 有些則有多種功能 而男人通常偏好多功能類型的 第二十八 每樣玩具都有它的缺點 但奇怪的是 幾乎沒有人敢跟玩具廠商抱怨 第二十九 有些玩具很脆弱完全摔不得 有些則禁得起多次打擊 第三十 很多男生喜歡把玩具拆開來研究 但差別只在於裝得回去的就是暖男 裝不回去的就是渣男 第三十一 只要你曾經破壞了這個玩具 就算你在事後把它給修好 它也不可能會跟之前一樣 所以凡事請三思而後行 第三十二 所有的玩具都有年齡限制 你不能越級去挑戰 除非你具備一定的智慧 第三十三 沒有任何男人甘願一輩子 只玩一種玩具 所以願意跟同一種玩具 失守終身的男人 要嘛就是下定決心的傻逼 不然就是衝動的智障 第三十四 如果你沒有收拾好你的玩具 你就不能責怪它離你而去 第三十五 就算一輩子只剩一種玩具可以玩 男人還是會希望能用電腦看看玩具廣告過過肝癮 第三十六 當一個玩具滯銷太久時 廠商就會想辦法做促銷 第三七 男人會欣賞精通各種玩具的達人 但適合各種男人玩的玩具則毫無價值可言 第三十八 有彈力的玩具玩久了會變鬆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 你的手指靈活度也會逐漸降低 第三十九 就算是同一種玩具 每個人也都有屬於自己的玩法 而你永遠也不會知道 別人私底下到底是什麼玩的 除非他笨到把它給錄下來 第四十 等你變成玩具達人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所有的玩具玩起來都是一樣的 第四十一 你玩玩具的時間會隨著年齡而減少 直到有一天你對玩具完全失去興趣為止 第四十二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玩具 就算有也不會是你的 第四十三 能陪你玩一輩子的玩具真的很少 所以如果找到了請好好珍惜 那以上就是這幾年玩具所帶給我的領悟 那不知道有沒有幫助到各位明白了些什麼 那影片的最後我想告訴大家 不要老是去想 為什麼別的女生都比較正 為什麼別的老婆都比較漂亮 你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感覺 真的只是單純的因為你沒有得到過 所以千萬不要為了虛幻的東西而忽略了身邊的美好 因為當你在羨慕別人的時候 別人也同樣的在羨慕你 那除非呢你跟我一樣 娶到一隻母老虎 這次的課程就收到這邊 我是橘歐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哦 橘歐碎碎念 我們下次見